十八東方日報 港澳城空中爬手中轉站 2015年7月10日港民A222 本報信 機倉老鼠橫行 港澳城為空中爬手的中轉站 其中澳門前年有165宗、128名內地疑犯被捕 其中八成是河南人 去年則有83宗 香港方面今年頭半年已有38宗 去年同期有6宗、有增加趨勢 國家旅遊局在今年4月發佈遊客不文明行為記錄管理暫行辦法 內地遊客在旅遊途中的不文明行為或會登上黑名單 並被保存一到兩年 不文明行為只違反法律、被法院判處承擔法律責任 或造成嚴重的社會不良影響的行為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忠表示 希望內地部門將機倉老鼠也列入黑名單 因為始終是違法後 應該向國家旅遊局反映 也應該列入黑名單 因為上榜者會影響到下次旅遊 更甚會影響出境、銀行信貸等 警方爭針對機倉老鼠問題召開記者會及印製宣傳海報 商務委有賊旅客信心減 而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坦然 機倉老鼠的問題的確難以完全倒絕 而今次案件發生在商務客委 他直言連商務機委都有賊人 的確會令旅客的信心大減 同時也會影響香港和中國的國際形象 香港旅遊業及文化發展協進會會長李錦天表示 若外地機倉老鼠問題愈發嚴重 他擔心旅客會對乘飛機失去信心 他指出預防性於治療 航空公司和機管局應該加強保安工作和宣傳 保障乘客的利益財產 乘客也應好好保管個人財物 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 切物放在其他人可及的公眾地方 我不想保护 Wy象水 承認 你 你 想到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